手猪带兔 有一天,一个农民在田里干活 忽然,一只兔子飞快地跑过 不小心,站在大树上,折断了颈果,死了 农民连忙放下锄头 走到大树下,拾起兔子 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 农民心想,我干嘛种地呀 每天到这儿来捡死兔子,就够我过日子了 第二天,他坐在那棵大树下面 等兔子来撞死在大树上 可是,他等了好多天,连兔子的影子也没有看到 后来,大家知道了这件事,都笑话这个农民 说他十分愚蠢